車輛車輛 不久以前我們才試過A4小改款這部新車 不過當時試的是它的Avont車型 編號是40 TFSI 也就是它的低輸出前輪驅動版本 今天試駕的這部A4 45 TFSI Quattro 它主要的差別就是2.04缸渦輪鎮壓引擎 但是最大馬力已經從190匹調升到249匹 底盤方面它也變成四輪驅動系統 車身形式上次是Avont旅行車 那今天這部是房車 S-Lite 車型到這一代就是這個小改款 其實變得非常好看我個人認為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點像奧迪Sports Quattro 有這一台經典車的設計元素 就是這邊有三個進氣口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我們俗稱 車身的前後輪拱有所謂的爆龜 這台車它另外選配一個所謂MATRIX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就是說你開或關引擎的時候 會有點像跑馬燈的設計 這台車還選配一個黑化的套件 後視鏡的外殼還有這種窗框 它是一個黑色的鋼琴烤漆的設計 這整個看起來就是更典雅 這個車呢 最大的差別就是它選配一個S-Lite的內裝套件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椅子上面有一個S的logo 乘坐感非常好 那除了標配的S-Lite的方向盤 這台試駕車還特別選配了一個 所謂的跑車化平底式方向盤 那整個感覺會更有運動感 小改款的A4呢 它主要你可以看到這個裝控螢幕變成10.1吋 加大 而且變成可以觸控 好的 我們現在直接上路 那今天試駕這一部 A4 45T FSI Quattro 防車版 它配置了一個12V的輕油電系統 那這也是小改款A4全車系的標配 主要的訴求 簡單講就是更平順更高效更環保 在低速的時候它有一個5000瓦的系統會做動能回收 回收的動能會做為這台車電力系統的驅動的動能 一啟動開始你就會發現這具引擎整個震動變得更小 真的比小改前進步蠻多的 剛要試這台車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動力變這麼多 然後又配上一個四輪驅動系統 那一看這個規格你會覺得說這個好像 會有點像S4或RS4那種性能版或高性能版喔 是不是動力輸出非常的猛爆 但我告訴你它的個性其實不會 雖然最大馬力接近250PM 但是由於在中低轉速就有非常飽滿的扭力 因此你開起來就是非常輕鬆非常平順 就算這台車是四輪驅動系統 跟我們之前試駕的前驅板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雖然開起來沒有跟前驅板有很大的分別 但是四輪驅動系統最大的妙處就是 在於你經過一些抓地力的路面 比如說我們剛經過了落葉 這種抓地力比較差的路段 其實它的循跡性還是非常好 整個非常安定的 尤其像這種比較激烈的髮夾彎 其實你可以很少就給油出彎喔 總結來講今天這一部A4大規模小改款 45T FSI Quattro Satana 就是房車版 跟我們上次試駕的A440 T FSI Avan 這兩個版本其實主要除了旅行車跟房車的差異 另外一個就是今天試駕的這一款動力比較強 同時底盤也從前輪驅動換上四輪驅動 最主要的差別就是動力更有餘裕更飽滿 同時底盤開起來更穩定 旅行車我覺得是更為有型啦 那房車版對於喜歡一般房車車型的車主來講 如果你不想要滿街跑的雙B 又想要一台德國進口高級房車的話 我覺得這一台A445 T FSI Quattro 的房車版值得你考慮